櫻花季到了 太平地园公园的櫻花也没缺席 犹如穿上飞红洋装的女孩 散开裙摆 美丽绽放 我每年都会来看 只有前年来看的时候就刚好卸掉了 所以我今天就就跟大家来看 提早过来 对对 提早过来 为什么每年都要过来这边看 因为这边也很长 我们又方便 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老师来这里看盈费 刚刚说这里盈费开得怎么样 很漂亮 我们每年都来 对 都来这里 这里讲得很漂亮 为在桃花源桥附近的立园公园 环境清幽本来就是附近民众散步 修气的好去处 为替公园增添特色 里长和环保志工用心打造这条櫻花步道 这个时尊银花很软 你若要发出来的时候 很脆 现在你们要收拾 把它收拾 没关系 里长櫻花都处 就是要让你们这样 亲近櫻花 八年来 成功吸引许多旧与新知 漫步在八百公尺长的步道上 山櫻花就伴随在一旁 景致超级浪漫 然后这条步道被称为是櫻原道 铁出公园 这里来说一种 看买来给一个山椅名 我有三个 一个櫻花大道 一个櫻花道 一个櫻原道 结果呢 搜櫻原道的比较多 其中还有一个 卡电的里长 他们两个是 那个摄影的爱好做 结果来这里摄影 两个相似的 今年成为连里的 来我们这里的 就像我们对联一样 尽然没你到此逛 养养得意 因年到 樱花开 缘分就到了 让娇艳的山樱花 意外成了最佳媒人 不过里长也表示 由于公园土质较贫级 除了倚靠施肥之外 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给予指导 让丽原公园的樱花 越开越美丽 记者维庭台周祖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